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容许牧师把口罩拿下来 我是在有点缺氧的状况 我们这一季开始 主日讲道的系列会放在认识圣灵上帝 我真的很盼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系列性的讲道 让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认识圣灵上帝 怎么样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又应该如何跟圣灵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依靠圣灵的大能 成为一个有能力传福音的门徒 我们讲到圣灵上帝 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有关于祂的创造性 圣经他自己这样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湮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约伯记有一句非常清楚的描述 他直接讲说神的灵造我 我们的上帝不是用任何的方法 而是造祂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那这并不只是让我们从祂的创造去见识到祂的能力是怎么样 而是要让我们从中了解祂的特质 上帝是爱 祂创造人类最重要的是要分享这个爱 并且建立这个关系 为了能够让我们在亲密而且相爱的关系当中与祂合一 因此要知道爱的伙伴必须要有相荣性 因此圣灵创造出一个能够跟神相契合的我们 我们还记得当上帝创造亚当在的时候 并且找合适的伴侣这件事情 我相信神一定是花了一点的心思 当祂带了一只一只的动物到亚当的面前 要让亚当给他们命名 我可以想象亚当一边命这个动物的名字的时候 他一边也在想说 这个可不会成为我的心灵伴侣啊 结果来了一只大个儿 非常的高大 亚当给他取名字 你的名字就叫大象 但是你太大了 我跟你讲话 我的头很不舒服 然后又看到很可爱的一个小动物 亚当给他取名字叫做猫 大家都知道猫 头很安静的 而且猫呢 跟狗比起来 它比较不忠心 它不能够成为它的心灵伴侣 结果看了有一只 也蛮像的 蛮像的 给它名字取的叫做猴子 但是猴子很调皮 我们种了很多的菜 它总是会拿去吃 我们种了很多水蜜桃 它就吃一口就丢掉 结果变成猴子 我们很讨厌 在这么多的动物 一个一个被取名的当中 亚当没有办法在当中 千万个动物当中 找到一个 可以跟他谈心 或者说跟他一起分担工作 后来上帝自己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在亚当对于配偶 一点概念都没有的时候 贾瓦出现了 神让他睡个觉 然后动了小手术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对这个女人看了 然后发出赞叹之声 说我要给你一个名字 你是我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小娃跟他并不完全相像 但是非常感恩 他们两个非常的匹配 彼此相合相属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照他的形象创造的 我们可以跟他谈话 沟通创造伟大的音乐 跟文学探讨复杂的 维子分 维分子或者是气候 以及设计日新月异的科技 最棒的事情是 我们认识神 并且借着圣灵来认识他 我们可以爱他 同时他爱我们 两者之间的相弃 圣灵当初设计了我们 就是为了这崇高的护照 他不会随便创造我们出来的 可是亚当搞砸了 因为他想要上帝给予 他东西以外的东西 破坏跟上帝神圣的连结 使得这个形象给受损了 亚当因此从此没有办法 跟上帝连结 他没有办法更深地认识神 也没有办法真正地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成为后裔的 天生我们就失去方向 天生我们就不会找这位真神 天生就不清楚现实 天生就是随着普遍流行的 罪恶的病毒感染 亚当给我们的仅仅是 受造的外在的样式而已 我们变了 但感谢上帝他没有变 在他永远不变的爱当中 他重新生出 重修这个破残破的关系 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做 创造跟修复 创造我们跟上帝的复合 我们一起说阿们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设计家的模式 上帝创造我们当中 他有一个idea 他是一个设计者 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 担任过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校长 叫做罗伯逊麦肯金 他写的一本书 然后当中 我很喜欢他写很多的故事 他分享了一段 有一次他搭飞机 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旁边坐的一个 很漂亮 很聪明 说话很有条理 应该算是姐妹 他们就聊起来了 他说他在教会的生活 服侍 偶尔之间会听 格里汉牧师的讲道 他自己有他一套的信仰 的想法 但是当这个校长 问到他的丈夫 他稍微停顿一下 他说 我的丈夫 他没有去教会 不过 他非常的属灵 这个校长听得很压抑 属灵是什么意思 这一位姐妹 跟罗伯逊校长的对话 所指的属灵 大概就是大部分人 对于属灵的概念 也就是说很多人相信 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隐藏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 会感到兴趣 然后随着科学慢慢的开始 一般的人刚开始认为说 这个是不存在的事情 我们不必去关心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要知道 21世纪的我们 对于看不见的世界 比起以前来讲 更加的关心 我们在电视的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 很特别的一些节目 探讨天使 巫术 轮回 算命 一端 重生 等等的 因为人类逐渐发现说 科学呢 没有办法去解决 人类基本的问题 想要更多知道 看不见的世界 究竟在哪里 因为它大大的影响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看得见的世界 我们从圣经的观点 就知道了 承认 这个看得见的世界 并不是全部 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原来我们不是什么 顾念所见的 所见的是暂时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如果我们把 所能够看见听见 摸得到 品尝到的东西 当作是眼前 这个世界的全部的话 你又认为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抓得很紧 我们迟早 会碰到倒霉的事情 另一方面 我们开始庆幸 越来越多人相信说 那看不见的世界 属灵的领域 有这件事情 可是你确实要 花很多的时间去明白 究竟在那看不见的世界 哪个部分是真的 哪个部分不是真的 哪个是善的 哪个是这个恶的 所以你必须去了解 这属灵良善的源头 就是圣灵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 上帝创造我们是神圣的 我们不是复杂 有形的有机体 不是比这些 其他动物 更加的高级一点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是跟这个 看不见的世界 跟它是有连结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从那边看见 圣灵所要的工作是创造 创世纪当中 给我们看见 圣灵第一个工作 就是如此 不过我们会认为 哇 这可能是 几千几万年以前的事情 跟我现在有什么相关 但是要知道 每一个事情 都因着上帝 创造我们的方式 决定了我们的潜力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 为缘故 就不断地去发展 这个潜力 随着我们年龄成长 去发展跟神 建立关系 然后去想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是 以神的形象被造 我们就不必这么做了 但是这个原创行者 的设计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去认识 你是怎么被创造的 圣经有一段话这样讲 我们一起读 神说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 神就照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造男 造女 同样的 家庭的成员 的相似性 也会反映在 我们人类的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说 你看那个男孩子 你看他的走路 你看那个外表 简直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样 我们常常不会这样讲 很多年前 牧师还在泰尔中会 服事的时候 有一天 我在台中的环山部落 环山教会主持一个 牧师就任礼拜的讲道 教会的位置 在这个部落的顶端 然后这个教堂外面 放了一个扩大器 扩音器 所以讲道的声音 会从麦克风传到扩音器 再从扩音器往下传达到整个部落 环山是一个很大的部落 大概我这样估计 快要有两百户以上 会后呢 有许多的年长者看见我 就说 你说的他打一样的话 听起来让我们立刻想起 你的父亲早年 在这里的讲道语调 实在太像了 我讲一段泰尔中的话 就跟你的爸爸讲话 好像那爱就是哦 这样的意思 我很喜欢他们这样说我的主语 这表示我讲的太阳主的话 他们听得懂 而圣经说我们是依照上帝的样式照着 用这个方式来想 在亘古的有一天 一定有一场 永恒深入的策略性的研讨会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一直同意说 让我们照我们的样式 照人吧 所以各位 人不只是属物质 他也是属灵 因为神是个灵 第二个越有知识 越认识真神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 就是当人类越是探讨这个宇宙 越发现这个与世界宇宙 必须要有一个原设计者 那就是上帝 很多年前联合国 他用了世界著名的盖洛普的民意 测验的方式 做一个调查 调查近三百年 三百位最著名的科学家 他是否相信有造物者 有上帝 这个当中有三十八个人 没有办法联络到 所以只有两百六十二个 有效的问卷 这个当中 相信上帝的 有两百四十二位 高达九十二点四 百分比 令人惊讶是 诺贝尔的得奖者当中 相信上帝的 高达九十三点二七 这些常常的 信上帝的科学家的名单当中 我们都很熟悉 伟大的物理学家 牛顿 相对论的 爱因斯坦 天文学家的 哥拜尼 伽利略 电报之父 莫斯 无线电通信者的 马克尼 量子论 创始者 普兰克等等 这些科学家 都认为 科学宗教 这两者 不是排斥的 可一方面 探讨世界的奥秘 一方面 赞叹上帝的伟大 物理学之父 牛顿 他体验到 创造浩瀚宇宙者的伟大 他讲 在没有物质的地方 有什么呢 太阳跟行星的引力 从哪里来 宇宙万物 为什么井然有序 动物的眼睛 是根据光学 原理设计的 你知道牧师的眼睛 白领帐都动过了 都动完毕的时候 它的亮度 非常的亮 让我很刺眼 然后医生就说 没办法 这是人造的 天然的眼睛 很自动 就有一种 怎么讲 预光的时候 它就会调整 那个彩色度 眼睛 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 难道不是宇宙当中 有个造物组 虽然科学 不能够让我们 立刻明白 万物的起源 但是却引导我们 往那个方向 说上帝在当中 埃迪森一生 发明了两千多种 这个发明物 当记者问他 请问埃迪森先生 最大的发明是什么 他竟然回答说 我发现耶稣 是人类的救世主 在他的实验室当中 另一个石碑 上面刻着说 我深信有一位 全智全人 充满万有的 至高自尊上帝存在 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得主 德国科学家 叫做伦琴 他发现了 第一个放射线之后 没有用他的名字 来命名 他用这个名字 名 Christ 的第一个 希腊文的字母 X 所以我们如果说 看到圣诞节 看到这个X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用 这个希腊字 Christ 的意思 他用这个字 什么原因是这些 在常人当中的 佼佼者 认识上帝 跟着他走 或许我们可以用 一个人 这个人物 叫做 普勒兰斯 兰盖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非常得到全世界的重视 他这样讲 相信基督的科学家 在现代科学 两个主要特征的面前 注视世界 拥有世界 这两者感到 非常的自在 因为这两个特点 符合信仰的 深层反省 具体来讲 这是基督徒 有信参与在 上帝创造世界 巨大工程的延伸 也就是说 我们要感谢上帝 透过这些科学家的 信仰跟见证 让我们在迷茫当中 对未知的世界当中 产生了敬畏 可以思考说 我们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 第三个 我们讲上帝的形象 圣经对于形象 这个字 并没有精准地去诠释说明 不过我们可以从 圣经当中 许多次做一个累积 累积对于上帝的形象 有一个结论 这结论 应该就包括 这以上 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 是因为我们本质上 是属灵人 我们是与神 与人有沟通的能力 大家尝试看看 跟动物沟通 可以吗 我很喜欢看一个 美国的SISA动物学家 很多的家人 喜欢养动物 从小养到大 小很可爱 到大的 这个动物变成怎么样 恐吓 恐吓 勒索 暴力 对他的主人 夫妻为了要把这个动物 要把他送走 闹到离婚 SISA来了 就说了 你们错了 你们用人的方式 去跟这个狗建立关系 错了 所以SISA调整这个狗之前 或者动物之前 他先调整人 他先调整人的心思一念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问题 我们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跟上帝沟通 不是先跟人沟通 要先认识上帝 不是先认识人 家文他讲了一句话 他不是颠倒了 他说我们先认识人 他先认识上帝 才认识自己 也认识了自己 才认识了上帝 你看他的思绪没有颠倒了 我们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们有道德感 辨别对错的能力 上帝形象是 我们被创造 有像神一般的态度 跟道德的行为 我们有情绪 爱与被爱 感受习与忧的能力 我们有选择的能力 我们确实是有个 创造者的模型 放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所谓的工作 是用神的形象造我们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很喜欢 罗伯勋他写的一本书 叫做《在圣灵里的生活》 他里面讲了一段 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我在这边稍微分享一下 在婚前的时候 他的太太名叫Molly 是很漂亮 才华洋溢 是他所爱的人 在他们两个人 相互答应婚嫁的时候 在他生命当中 他都记得 每一年的8月24号 这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罗伯勋就陶醉 跟未婚妻的爱情 然后做了一些很 虫洞的事情 比方说他一天只吃一餐 存下来的钱 就是为了要为 8月24号的婚礼 做一切的准备 他一边教书 他是校长 情书打来的时候 他就不上课 就读上那个情书 结婚这天来的时候 罗伯勋跟他在 南加州的家人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借了爸爸的车 开车 往内布拉斯加州 往这样开去 然后就开很长的路 有一台拖拉车 开在他们前面 开得很慢 拖拉车就是在 农机区的车了 然后这一慢 就满移了好几 超几公里 这个罗伯勋心里很焦急 不能随便朝车 就一直跟 一直跟 一直跟 好不容易看到 有双线道 对向的车道 没有车子 他就心里想 好 我现在快马加鞭 就转到左边的车道 快速的前进 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有一部车 不知道怎么搞 从来出来 对向就开始开过来了 哇 罗伯勋说 糟糕 这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面太冲动了 他心中只有目标 去接我的爱人 这时候他只好把一件事情 他做了一件事 眼睛就闭了 往左边的路径 这样横过去 开过去的时候 里面刚好有一个电话亭 电话亭跟这个车子 汇车来的中间 他希望能够从中间穿过去 结果车子撞到那个电话亭 卡在那边 他爸爸的车的保险杆 就卡在那边 人没事 车子还可以开 继续开 开到目的地 完成了婚礼 她是这么样爱她的太太 结婚经过很多年的时候 现代的太太 在她这一本书 她写了 我的妻子躺在床上 无法站立 无法行走 无法自己吃饭 对任何事情毫无所知 她是一个老年痴呆症的病人 可是有的时候 当她的太太满足了笑容 会扫除她内心一切的阴霾 人们都在讨论这个罗伯勋太太 照顾她太太 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可是事情不是这样 比起当年 她往内布拉斯加州 那次疯狂的行为 罗伯勋认为 她现在是更爱她的太太 每次出去外面讲道 她会想到她的太太 渴望跟她在一起 手握着手在一起 可是只有一点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她的爱的表达 只有去没有回 没有教会点 他们分享过的梦想工作 休闲孩子 悲伤跟喜乐 他们的感情亲密 可是现在没有回应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了 有一点点感伤 弟兄姐妹 她在写她的故事 就是在说 你跟上帝关系 是不是也是这样 曾经疯狂的爱她 曾经在神的面前 决志说 我要这样的爱她 这种爱是相互的满足 是相互的沟通 你永远要跟神沟通 神也要爱你 可是在某个情况之下 你变了 我们是怎么回应上帝的呢 你会发觉 我们跟上帝的回应 是零零落落的 台语是说 是片段的 你失去了那一份热切的爱 对上帝好像是 没有那种认同感了 我们发现 自己根本不再像上帝 一会很甚甚 一会就跟人家对冲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们有的时候 就像罗伯逊跟他太太一样 他已经无法靠自己站立 无法靠他自己走路 无法了解他的话语 无法吃自己的饭 需要别人常常帮助他 我们属灵的状况 搞到现在这个程度 让上帝是很看得很担心的 在无穷尽的永恒当中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他是以活生的爱来爱我们 他要我们跟他之间 是有回应的 能自由地跟他沟通 跟爱他 这个人 因为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是跟人是同一类的 不是跟动物同一类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相容性的话 深度的沟通 就不可能再有了 彼此就不会再有 亲密的友伴的关系了 各位我稍微再讲一下 什么叫做深度的沟通 深度的沟通 不是指夫妻之间 在身体上有亲密的关系 有许多的婚姻关系 几乎呈现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 夫妻的生活 没有深度的互动 跟沟通 彼此明知道心里很不舒服 生活的品质不健康 却无力改变现状 如果说要改变 牧师在下一段就会讲 但是之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创造我们 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 我们在神的原设计的模式当中 有一个最崇高的生命的目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我再讲一次 认真的基督徒 不断成长的基督徒 你应该会发现 你的生命当中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你是教会中心的服侍者 你有基督的品格 你的目的是抢救灵魂 我们大声说阿们 所有十度行传被呼召的 四福音被呼召的门徒 只有一个目的 透过你抢救灵魂 我们大声说抢救灵魂 人可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得着人的灵魂 请你不要说我办不到 你的如果继续听第二大段就知道了 神给我们生命的目标 是让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是得胜的 不是失败的 我会接受 可以理解有些人来到教会 他是哭泣的 他受伤了 他被抛弃了 他失败 但是如果说经过了一年当中 你仍旧处于这个状态 我认为在灵魂的里面 有些东西你被拦阻了 神的生命当中是要你去爱上帝 并且透过你去养育得生的孩子 就如同创世之一样 各种其类生养众多 以上这些的去 这些这个目的都有他的价值 就成为我们生命终点的目标 我们不只是在性情跟上帝相像 或者说不是只有努力的为他工作 生命的目标乃是与主在爱中合一 简单讲就是经历神 有时常常我们在这边做信仰告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大声说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信 敬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要达到这个目标 最简单的方式 学习基督的样式 神的性情给我们感觉 哇你这么样的崇高 让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 确实会有点困难 因为差太远了 也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拉这个关系 往上走的时候 它必须有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简单讲 你必须跟它连接 但是这边有个大的问题 你的设计家模式的容量 我再讲一个 罗伯逊他讲个小故事 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 叫David 这个David是一个软体公司的总经理 广有非常大型的电脑层 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软体 这个软体可以设计你的家的 后院 种植 蔬菜 花朵 甚至绘制大概是 六个月一年的样子 那我在猜想 这个软体就很像 现在室内设计师用电脑 直接就给你设计出 你所想象要改造的房屋的格局 就如同我们以后 教堂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设计师 先盖之前 把那样子设计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David 他用他爸爸的方式 想要跟他解释 他找了一大堆的实惠 最后他放弃了 他就说了 老爸 你的电脑容量 装不下这个软体 这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 知道上帝对我们 有一个朝向不断长进 成熟的一个生命的计划 可是我们怀疑 我真的有能力来执行这个计划吗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是以神属灵的本质 设计成的样子 我们具有巨大的力量 为了思想像他 我们在行为举止 要像他 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重新制作出 任何上帝所应许的计划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 好像我们里面的这个 读卡机 或者吃铁片 没有办法取 没有办法读 或者相容性不够 一个进步的东西 放在一个老的一个袋子当中 就是没有办法相容 我讲了半天就听不懂 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 他被上帝设计的时候 很特别 是可以 他们有能力选择走在对的路上 可是同时 他们也是有能力选择错的 可是结果呢 他们却选择错的事 所以他们的电脑 当机了 从此他们不能够成功地 运行上帝的旨意 神对基督徒的计划 看起来就是这样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对不感恩 甚至是敌对你的人 神的计划是 你要用爱回应 对处在不快乐的情况 当中神要你喜乐 对发生每一件事 不对劲的时候 你心中仍要有平安跟盼望 基督徒被造是 要在试探的征战当中得胜 并且顺服神的法律 要有节制 这样的基督徒真实反映出 耶稣基督的态度跟习为 这样的人有一件事要做 要让基督居守卫 他的人生的福利 是以别人为优先 不是自己 我们来到教会 你第一个想到说 我今天我要听到神 给我的话语的同时 你一定要想说 上帝我听到你的话语 帮助我 可以成为别人更大的帮助 而不是只有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只有进来 不会出去的 因此我们必须很严重的 告诉自己 我当即了 我当即了 我们青年人 感谢主 我们给他拍拍一首 他们这个礼拜来 协助这个主义学会 我们青年人当中 可能心事当中也当即了 我们庄年人认为 在这当中教会成长很久 我们也当即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完美 但是只要神看见 你是不断地成长 你就不会当即了 不会当即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一个外来的力量 他要进入到你的里面 去做一个修整的动作 很多基督徒在行为举止道德上 很像 我用一个词叫做 很正直的非基督徒 我们非常高尚 但是找不到什么 超自然的特质 我们找不到 圣灵超自然的特质 有些基督徒行为 可以从他成长的环境 现在的情况 做出他的解释 说我就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陷入试探当中 顺服肉体的情欲 贪求我们所没有的 我们讲 神就归功自己 我们的信仰都是选择性的 选择的 时间有空 剩下 你用这个态度动机 面对上帝 将心比心吧 一个是爱你的人 他是如此的完全的无私给你 可是看见你的回报是给他 是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引导你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得到什么样上帝的一个祝福 我们得到上帝的爱 明明是很充分的 但是却没有办法管理我们的生活 对于破裂的关系 我们不想要多做改善 圣经对我们来讲 很枯燥的一本书 祷告很敷衍 在教会服事 很少有超自然的能力 很少有见证 我不太相信 人不会不断的 不去经历上帝的见证 一定是当机了吧 而且你是可以不断的update 你是可以不断的update Googleman常常这样搜寻 我会看到那个车子这样走来走去 我们常叫做 Googleman对大臣是很有帮助的 Googleman的那个车子 导引的Google 如果到山上去会有问题的 那个803上在种水蜜桃的时候 哇 突然之间有车子一直过来 他问他说 先生 你要去哪里 哦 我说我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导引的Google说 继续开往上走 他说 不行 不行 再上去就会掉下去了 所以Googleman在山上不通 在城市可以 各位 你知不知道你当机吗 你知不知道你离开上帝的设计 已经离太远 你必须重建 我们读几段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经文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章子 请注意看到中第二句话 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 原文的当中效法 这是现在进行事 他不断的进行的 你不是一次的 你每一天的 第二句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各位 你应该是如此 越来越荣光 一个基督徒 你应该是越来越不一样 越向上帝 第三个经文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的主一样 很棒吗 这句话 每一天的你都是新 各位不要想说 结了婚之后 我这个太太先生 都旧了 不是 外面旧 是一定的 外面会老 一定的 头发会少 是一定的 鸽子会变矮 一定的 你知道牧师很少 在你面前穿短裤 你晓不晓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的右脚不好看 我出过车祸 所以我的右脚 出了车祸之后 好了就疤很大 那人就很奇怪 好像脸长得还不错 上半身还不错 那下半身有一个疤痕 累累的 随着年纪 他的颜色变得就很暗 我就跟师母说 这是我一种 内心一种 这种感觉就对了 我就不想给你们看 你看 外在 没有关系 这在讲的新人 不是指外在 是指心 我们的心有三个层次 是在我们的灵 是在我们的魂 是在我们的身体 而最重要的心是那个灵 不断跟神的接触的时候 你就魂你的心智喜乐 你那种突破这种困境的思想 它会改变 它会让你身体 虽然是外在是年纪大 可是你的灵就看起来 就是四十岁一样 是不是 重点不是年纪大 重点是不是魅力还在不在 问隔壁一下 问他 你觉得我有魅力吗 大家口罩都戴得不好回答 请你们动作明显 直接这样讲 有啦有啦 别再说了 最重要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 讲到创世纪的圣灵的创造性 就是必须跟它连结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连结在一起 如何跟它连结在一起 在整个系列当中 其中有个部分特别会讲到 我们今天只讲一个简单的 怎么样跟圣灵连结在一起 让圣灵它有那个能力 因为圣灵它有能力 就好像自来水 你一个水龙头要打开 你没打开 怎么有办法有水呢 你必须打开它 跟你连结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没有 水龙头要打开 水管也跟你接住 我们很多人 圣灵不跟它呼求 而且也不跟它连结在一起 第三个 怎么样连结 信心 九月圣经存重要的信息 一人因信而生 新月圣经的 保罗的神学思想 也是讲到 一人因信得生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对得胜基督徒生活的供应 这是圣灵的工作 祂要供应你 这是圣灵的工作 祂要教导你 祂要更新你 这是圣灵的使命 可是反过头来 我们的回应是 要去释放 永流的能力 这就是信心 我凭信心相应 相信 祂会灌输到 我在里面 好 我简单在这边讲一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听 今天的讲道的时候 请你回去去操练 大胆地看着镜头 跟上帝祷告说 我要勇敢开放自己 一起讲一遍 我要勇敢开放自己 虽然我很多事不明白 但我不要像现在的我 不敢冒险 不敢尝试 只停留在现在的安逸 求圣灵在我里面 继续做创造跟修补的工作 各位请你不要误解 牧师在分享的圣灵上帝 是已经fixed 固定在几万年以前的事情 No 圣灵是在耶稣基督离开之后 他接替他的工作 所以现在仍旧是圣灵的工作 他在教导我们 他在拣选我们 他在带领着我们 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同时 给我们能力 如果说我心中 我拒绝传福音 我告诉你 你就不能够体会到 圣灵的能力 因为你拒绝 所以你要开放自己 也因为开放 你要勇敢面对冒险 我们跟牧师一起说 我愿意接受冒险 求圣灵充满我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神的属灵人 如果是属神的属灵人 你就必须跟圣灵一起同工 因为神是灵 我们是属灵的人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牧师把这个祷告文写在上面 我们看着这个档案一起来 感谢神创造我们 向你 有一样的事情 我们也能爱你 并享受你为我们所造的一切 感谢你 使我们也具有你的创造能力 去创造你已经赐给我们的能力 要让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接触的人 变得更完美 你是具有分享的特质的神 我们的生命也具有这分享的特质 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 以争夺权位 目标的世界潮流中 我们被造的原因之一 是要来扭转这不好的风气 转而变成一个良善诚实 乐于分享生命的潮流 然而除非我们自己的生命 先被神的灵充满更新改变 否则我们的心愿 只会是一种想法 是一种没有行动力的想象 主啊 求祢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常住在祢的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